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 我现在正在贴墙站,已经站了5分钟了 现在感觉有点累,后背在出汗 大家可能会说,靠着墙站有什么累的呢? 那靠墙和贴墙是不一样的 靠墙是松松垮垮的 而贴墙是我现在整个后背都贴在墙壁上 这样站上10分钟,相当于染指一小时 如果你能连续坚持一个月 可以让你全身都变瘦 包括你的脖子肩膀还有脸 那下面呢,我具体给大家讲一讲 怎么站才是贴墙 贴墙站立的时候呢,我们要从脚到头 从下往上,这样去贴 首先,双脚并拢 脚趾朝前 把脚后跟紧紧的靠在墙壁上 然后小腿肚夹紧 把自己小腿肚也贴在墙壁上 很多人在站立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不自觉的外八字 而且这样站立呢,也比较容易让你的小腿肚贴在墙上 但是这个站姿对膝盖是不利的 时间长了呢,你就会觉得膝盖疼 或者是对于我们的膝盖来说啊,会造成一些伤害 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双脚并拢,脚尖朝前 那如果你的小腿肚不能靠在墙壁上呢,就有可能是咱们腿形有一些O型腿 或者是膝盖有一些问题造成的 不管能不能贴在墙壁上啊,咱们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贴就可以了 脚后跟和小腿肚贴在墙上之后呢 我们可以慢慢的弯一点腰,上半身先离开墙壁 然后呢,双手可以按在自己的小腹上 深吸一口气 随着你的呼气啊,慢慢的直起身 把臀部贴在墙壁上 把肩胛骨,整个后背的上半部分贴在墙壁上 双手自然的放在身体的两侧 这个时候呢,你的后腰和墙壁中间大概会有一个手掌这么宽的距离 那如果说你距离的太远的话 腰距离墙壁太远的话啊,一定要再次慢慢的收腹 把肚脐向后面脊椎的方向去收一下 然后再往墙上贴一贴 让腰部尽量的靠近墙壁 手臂自然的放松在身体的两侧 但是肩膀呢,一定要向两侧打开 把你的肩胛骨贴在墙壁上 之后呢,是后脑勺 双眼平视前方 微微收下颌 让后脑勺靠在墙壁上 那么到这里呢,我们整个贴墙的动作就已经完成了准备工作 接下来大家就可以静静的安静的坚持保持这个姿势 在站立的时候,一定要不断的去检查一下 我们的脚后跟,小腿肚,臀部,肩胛骨,还有后脑勺 是不是都紧紧的贴在墙壁上 这个站姿啊,大概半分钟左右 我们就身体呢,开始进入到染指的状态了 那如果说你同时这个肩膀啊,跟这颈椎也不太好的话 咱们可以增加一点难度 大家可以试试看啊 把你的双手,手臂,关曲,大臂和小臂呢 呈大约90度的夹角 然后让你的肩关节,肘关节,以及你的手腕 这三个关节呀,都贴在墙壁上 保持这个姿势,是能够非常好的改善我们颈椎和肩膀的问题 那如果你肩膀颈椎比较疼,你做不了这个动作 我们可以先把手放低一点 慢慢的抬高 好,再慢慢的抬高 能做到这个姿势,咱们的颈椎和肩膀啊,都不会有大问题了 但是呢,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 咱们只需要做最基础的贴墙动作就可以了 贴墙这么累,它的好处可不是只有染指一向 它还可以放松肩颈,缓解肩颈的酸痛 还可以矫正脊柱,防止出现脊柱侧弯 可以活跃大脑,激发大脑的活力 可以改善我们腹部的血液循环 能够缓解和预防便秘 还可以挺拔身姿,提升个人的气质 能够改善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 七大好处,站一站就能拥有 那建议大家每天在饭后用十分钟的时间 去坚持半个月到一个月 你就会发现自己整体的改变 好了,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